探寻世上奇闻,领略不同趣事 我们看古装剧的时候经常看到万箭齐发的场面 所以在古代,弓箭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冷兵器 战争爆发的时候,弓箭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 守卫本国将士安全 不过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 弓箭已经逐渐被其他的武器做代替 而当初专门用来抵御弓箭的盾牌 也逐渐发展成了现代化的防暴盾牌 这种发展与变化又再次激起了大家的好奇心 很多人都想知道 如果现代化的防暴盾牌遇上冷兵器之王的弓箭 谁能更省一筹呢 国外某男子同样存在这样的疑问 所以专门进行了实验验证 首先老外选了五块盾牌 立在地上排撑一排 然后站在五米开外的地方拉弓射箭 弓箭射出去之后 第一块盾牌迅速倒下 老外赶紧跑过去检查 我们可以看到箭射并没有传统盾牌 但是盾牌上方却留下了非常明显的痕迹 之后老外不再将弓箭对准盾牌 而是选择瞄准盾牌上方的玻璃 箭射飞过之后 玻璃迅速被穿透 弓箭直接插在了玻璃上 除了弓箭之外 老外还专门选择了现代化的复合弓再次试验 结果证明复合弓的爆发力更强 射出的箭直接将盾牌戳出了一个大洞 根据老外的目测结果来看 箭头穿出的距离大约有40公分左右 后来老外加大射击力度 没想到箭射不仅穿透了盾牌 还穿透了下方的水桶 射在了第二块盾牌上 从这几项实验也不难看出 弓箭被称为冷兵器之王果然是有原因的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的 记得关注点赞哦 这一点就制作了 好 声盾